苗栗县苗栗市地方信仰中心育清宫 再次投入社会救助公益 捐赠五百万元 协助县内边缘户家庭疾难救助 丧葬棺木殆金 以及年节关怀礼金 苗栗市地方信仰中心育清宫 长期热心公益 这次捐赠五百万元 盼能够帮助弱势边缘户 大环境的景气不佳 我们苗栗县的灵困家庭增多 需要社会的善心救助 所以苗栗益青宫财团总监日会 一向就秉持宗教欢快的精神 总监日会决议在我们益青宫建工一百一十七周年 登康纪念日法会期间 尊节开支五百万元 来捐赠给苗栗县政府 苗栗县长学校长代表受证 五百万元将会协助县内边缘户家庭 急难救助 丧葬棺木殆金 年节关怀礼金 这也是预清宫 即防疫物资关怀包 消防通讯设备 救护车 富康巴士的再次转线大爱 陈如董事长讲的包专演绎 很多企业以及个人 他们也是三星人士也是同样的来捐赠 这个县街或是其他的这个消防车等等的这些的设备 那我想我们未来这个准县长 我们终议长 他也会贬持着这个人力己逆的这个精神 继续的来关怀这些弱势主权 企业界也好 还有我们像一清宫卫董事长 他们乐意捐款 一定是因为西洋的情政 大家有目共睹 这个所谓自助天助 当然自己一定要努力认真 所以我刚刚也说了 跟着西洋的脚步是一定不会错的 那我会更认真更努力 苗栗县截至11月为止 共1138户申请疾难救助 补助金额1025万元 在各界的善心下 弱势户能够度过难关 也让善的循环能够持续 感谢观看